阿!欸!九奧! 只要你站在這裡 你就會站到無敵的驕傲 你字好 本來想換點 發現台灣竟然被寫長四個國家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八九 最近啊 又有一群小粉紅大鬧世界各地 我收集超多國家被大鬧的消息啊 首先啊 巴黎長榮飯店又出現了個大反轉 一名社交帳號自由福建的 發出了一名亞洲男子在巴黎長榮酒店門口 怒彩五星旗 全程一語不發 實踐了全過程民主 兩個確立 兩個維護 四個自信 四個意識 那就一堆小粉紅破防說 這肯定是台灣省人的演員 叫你們中餐主廚跟張教練出來洗地怒怼一下 再開一次法國中國統一促進會 是吧 你都說了 是台灣省人吧 那是不是可以回台灣省之後 接受這個污辱國旗的審判 接受黨的審判 畢竟台灣是中國啦 是吧 那法律一定也是管得到啦 如果不行 不就是習近平搞台獨 就是你在一營 選一個成人吧 那再來 這個率先發布的帳號叫做自由福建 很大概率就是一個福建人 去挺台灣嗆小粉紅而已 那估計自由福建的意思 是指福建獨立破離中共魔掌的概念 譬如說自由吐蕃 自由東突厥 非常多這種概念 你們自己的福建同胞都看不下去啦 而這個張教練現在被一些網友爆料 他的兩個兒子都是在美國出生的 直接擁有美國公民的國籍 而雙親可以在小孩成年之後擁有綠卡 而這個張教練一邊愛著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邊加入這個在法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促進協會 兒子卻要生在美國 拿美國的公民身份 自己未來也可以得到美國綠卡 還有什麼比這個笑話更可笑的事情呢 大家都用身體投票 這個舔共藝人小天天看的估計都要氣瘋了 祖國這麼好 對吧 帶自己的女兒來享受中國的言論自由 跟新聞真實的自由 結果這些人張教練一邊嘴上愛國 一邊拿著美國身份 而且還有中國網友轉發了 舔共藝人小天天準備帶女兒移居中國的事情 並且寫到 確實啊 中國非常的自由很真實 結果這條留言被微博官方給刪除了 小天天你說搞不搞笑 這個中國網友親自把你的言論轉發到中國的微博上 結果被微博官方給刪除了 夠不夠真實呢? 看來微博審查員也知道 你在煩鳳 這就是舔共藝人小天天想要的虛假社會環境 記得啊不要給你女兒上什麼在中國的國際學校啊 一定要上一般的中國學校 讓你女兒從小讀 協進民思想讀本 加入燒先隊 大學之後加入共青團 你說你移民就移民嘛 沒人想管你 但是你移民吧 還不忘踩台灣一腳 說什麼中國的新聞跟言論自由都比台灣還好 這就是你活該被嗆嘛 祝你早日李文亮啦 而最近新加坡報道還指出 從6月1號開始給中國護照免簽之後 截至到8月4號 新加坡警方已經接到中國人利用免簽的條件 跑去新加坡民宅刑切 目前啊 逮捕到了3人 還有14個人已經逃回中共國去了 而中共警方並沒有積極的給予跨國的辦案 對吧?罵習近平的人分分鐘找到判刑10年 結果這種跨國刑切的逃回中國 現在找不到 目前累計啊 新加坡的民間損失高達380萬美金 還有十幾棟的洋房別墅遭到刑切 這就是中國驕傲嘛 小粉紅在意他國的飯店有沒有掛中國國旗 卻不在意中國人去他國犯法 還有前幾個禮拜在日本大阪S大阪電影的那個事情 更不在意是不是有中國女孩餓死在西安的家中 我們再說大鬧日本的方面 兩件事啊 又有小粉紅學前幾個月的中國網紅鐵頭 跑去禁國神社大鬧殺尿噴漆 立刻逃回中國區 流源區那各個都是毀三關的粉紅流言啊 覺得毀壞他人建築物是對的 而且這一定是台灣省人造假的吧 一定是這個韓國人造假的吧 即便是咱們中國同胞做的 必須在後面留個韓語或是留個斯米達 對吧?要甩鍋給境外的人嘛 我跟你講即便你這樣做日本人弄頭腦想都知道 這就是你們小粉紅做的行為甩鍋給別人 對吧?還有小粉紅說這是日本人自己反串去假冒 我是建議禁國神社這樣做啦 你們在禁國神社放一個習近平畫像 跟搭一個8964天安門坦克放一堆小熊維尼啊 是吧?放一個電視24小時無限輪回這個天安門事件啊 大饑荒文革啊 你看哪個小粉紅敢去拍攝放在抖音上? 日本西太后事件自從放了什麼8964習威尼之後 沒有一個中國網紅敢再去拍片鬧事了 對吧? 還有一名中國籍在日本電視台工作的主播 在報導這件事情的時候 脫口在直播中講到 釣魚台是中國領土 就莫名其妙是吧? 當然日本的電視台啊 馬上給出回應說 該男子並非我們的正式員工 而是外聘的關係 負責翻譯成中文的廣播新聞 目前已經跟他解除契約了 這樣逸淫你們也開心 你們有本事就直接派兵去佔領釣魚台 是吧?學國民黨打嘴炮說 大陸是我的啊 對吧?中華民國大陸 你倒是派兵去收回啊 釣魚台是中華民國 你派兵去打日本嘛 不要學中共在那邊義營 難怪人家說國共一家親 還有一家日本文具店品牌 把台灣跟中國分開來看 並且也把台北跟中國 比如說廣州上海的城市 獨立分開來看 被痛罵是台獨 非常搞笑 你平常根本也不買這個日本的文具是吧? 你習近平前幾天接見中國奧運隊的時候 你也沒有傳喚所謂的中國台北隊啊 你怎麼不罵習近平搞台獨呢? 你不敢啊 因為你一罵就變骨粉了嘛 你就活在習近平的腦耳後了 不懂腦耳後這個梗的 可以去看我昨天那一次影片 還有 還有 一名小粉狼在馬來西亞的機場發現 台灣國旗跟中國的五星旗 竟然是分開的 還有台幣兌換的地方哦 我們來看一下畫面 馬來西亞你在搞什麼小動作? 機場沒班的台灣省旗你放的什麼? 馬來西亞到底是什麼鬼? 有沒有人能管管這個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銀行掛錯了也可能是銀行的問題 機場你為什麼掛錯了國旗? 馬來西亞換點 發現台灣竟然被寫長是個國家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灣是個省不是個國家 估計這個小粉狼可能是第一次出國啦我在想 台幣估計是什麼你都沒看過吧 上面寫著中華民國中央銀行 在國際上我們叫做新台幣 你不要跟我扯什麼港幣 港幣是因為有跟美國掛鉤 你印了多少港元 你就要放多少保證的美金進去 不然你試試看讓港幣脫鉤美金 跟偉大的中國人民幣 綁看看 綁死 你看一下港元會變成什麼樣子 你看看中國的經濟會不會受到巨大的影響 你們幹嘛要依靠邪惡的美帝國去香港呢? 所以有沒有這種可能? 你直接去中國大使館還有中國外交部抗議 停發台灣省護照 台灣人以後用護照就直接統一是紅色的護照 因為台灣是你的一部分你絕對有這個能力是嗎? 這樣台灣人就不用出國了 不出國了自然也不會有台幣兌換 也不會有台灣旗幣的困擾 你該不會做不到吧? 所以台灣不歸中華人民共和國館 你自己證實了吼 還有一群小粉 在洛杉磯的機場 大放中國的國歌 現場中國遊客都非常的開心 大唱起來起來 不願意做努力的人們 大唱起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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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唱起來 大唱起來 我就問吼 槍童的 美國人跟日本人在機場 可不可以放日本的國歌 跟美國的國歌 然後現場的這個工作人員 還跟你笑嘻嘻的一起 哈哈好開心喔 會不會上熱搜? 會不會在中國引爆? 然後下面一堆在痛嗆? 滾回去 日本現在要佔領中國了是嗎? 而且現場絕對有小粉紅 奪下音響喇叭 拿U型鎖上場 去敲日本人的頭 最近 中國各地又一堆爛尾樓 在抗議跟維權 上海也有下規抗議的 政府單位又不作為 還派公安去打他們 你們小粉紅就去對他們放 起來起來 不願意做努力的人們 什麼是大國崛起啊? 是出外要有面子 跟狼姓 看到沒有我國的國喜 要大罵 痛罵 要去統一他 還是自己國內的居民 被自己政府欺負的時候 要裝龍作牙 自己身上都是傷疤 關起大門 大家一起閉嘴 不要給境外式滴滴倒置 我們再帶大家來看一個搞笑的影片 我看完這個影片美國人都要熱死了 美國人應該也要跑去北京的清華大學說 你看有沒有非常驕傲 好多美國公民換來的血淚啊 因為被義和團給亂A死了 大清政府又不去抓兇手 最後我們八國聯合起來啊 去打義和團 去保護我們的僑民 結果大清政府賠款了 我們大美利堅啊 心懷慈悲 把庚子賠款的這些錢啊 拿回去北京蓋清華大學 所以你看吧 中國出個北大清華 有一半都是佔我們美利堅的功勞呢 笑耶 影片最後再跟大家分享一個暖心的事情 一名安徽的小匪在一家餐廳吃飯 沒想到遇到了氣爆 導致母親跟兩名孩子受傷 結果九歲大的兒子 背部被刺出個中國兩制 結果母親就把他拍上小紅書 拍上抖音 對吧 然後大餐這個孩子 以後肯定跟岳飛一樣 金鐘報國 是天選之人 對沒錯 50年後國家主席就是他了 還有人說這是神機 又是神機了 不是無神論嗎 但事實上用餐當天啊 孩子穿的就是中國兩制的衣服 所以烙印在他身上 我覺得小匪用岳飛來說事 就非常的不恰當 因為你們事實上都是舔金舔蒙古的那一方啊 不然你們讚揚岳飛的同時 怎麼又再讚揚忽必烈跟陳吉思汗 橫掃大陸 消滅你們南宋 消滅你們漢人政權 奴役你們統治你們的人啊 不然就是讚揚金人 當勤快喜帝 完全是立場錯亂 如果你們要當岳飛 就要把女真滿洲的土地還給東北獨立 讓內蒙古回歸蒙古國 你們各個沒當過兵拿過槍的 卻又各個都自以為是暗黑悟空 敵人來的時候 你們每個人都會變成勤快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角小姐 拜拜